从2007年以来 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 根据中方的统计 2007年到2012年 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总量 就从18亿美元上升到了93亿美元 那么美国之音记者也是社会学者 龚小夏博士 他最近就特别走访了 美国南部许多州 他也走访了许多的中国企业 还有当地的民众 要来看看中国投资在美国的情况 我们欢迎小夏来到节目现场 很高兴 是 小夏我们其实知道 中国现在在美国的投资范围非常广 据说已经扩展到全美40个州了 这一次你采访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在去年 媒体非常关注的中国双汇 收购了史密斯菲尔德公司 这家肉业集团 我们看到美国媒体上 很多的评论就是持质疑 持反对的声音 纽约时报甚至有一篇文章说 这美国人给中国人养猪 实在太不划算了 在当地民众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我就是当地 我是冲着这个负面意见去的 结果我开到史密斯菲尔德 我当天下午就是 我上到下午就一直采访 就一个一个问民众 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是 当地住的人竟然觉得很尴尬 因为他们去年就非常不高兴 去年当地民众发出了很多声音 现在再去问呢 他们说哎呀我们有点尴尬 现在其实很好 这个是很高兴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我觉得就是当地 为什么没有反对意见 对 我就很感兴趣 结果呢我去 我想第一先去找个反对意见 我就先到去找工会 工会肯定是有反对意见 就是收购案之后 收购案之前就没有了 也就是说工会力量非常弱 工会总部已经没有了 结果我去找那个小店主 一般也是会反对的 这个小店主也很高兴 他我非常期待替中国人养猪 因为中国人吃世界上最多的猪肉 所以呢这个 现在这个双汇收购之后 史密斯菲尔德人看到的是商机 而不再是愤怒 我就很感兴趣说 这个愤怒当初是怎么回事 那么有好几个人就说 他说愤怒都会 不管谁收购都会很愤怒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镇只有八千人 八千人很小的一个小镇 我发现镇上只有一盏 那个红绿灯 所以人非常少 我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到处去问史密斯菲尔德的人说 说你们这个看见中国人没有 大家都说只有一个人说 我见过 剩下从市长到这个底下这些 都说没见过 但是呢 所有人都知道那三个中国人住在哪 双汇派了三个人来 结果他们都说 你到美国银行对面 对面过去那一所房子 他们就住在那 整个镇都认识这三个中国人 不认识这三个人 但是都认识那所房子 他们也没见过这三个中国人 这三个中国人基本上不在这里 工作生活 偶尔来一来 我去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正在香港 非常有意思 小夏我们刚刚看到画面上 有很多这个史密斯菲尔德公司的现场画面 这个总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味道的一个建筑物 在南非常有南方风格的 所以当地人士是不是也保留 这个美国南方人的这种非常友善的这种情怀 来面对这个双汇集团的进驻 那么双汇集团进驻以后 你刚刚说的 反而在当地是很欢迎他们的 就据说双汇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的改变 是不是这样 开始的时候不欢迎 他们说谁买都不高兴 因为整个公司是属于这 整个镇是属于这个公司的 但是后来双汇去了以后 因为史密斯菲尔德公司 有几个很骄傲的项目 第一个是他们的赛车项目 他们是赛车项目的大的支持者 这要花很多钱 非常有意思 结果发现中国人来就根本没有改变这个 另外当地的医院学校慈善团体 基本上是靠他们资助的 也没有改变 当双汇没有改变这些的时候 他们心里一块石头就放下来了 我知道小夏你有一系列的报道 未来还要继续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跟我们介绍 你能不能先简单用30秒时间 跟我们谈谈 就是在你走访的过程当中 各地美国各地的民众 对于这种大量涌进 大举入境的中国投资 他们一般来讲反应是如何呢 一个说大举入境 在美国其实没有这种事情 怎么说呢 因为你看美国现在投资最多的 日本 德国 那是中国的多少百倍的投资 所以当地人一般不太感觉到 中国人大举入境 而中国人当地大笔收购的那些公司 他们一般还是按照美国的方式运作的 所以也不太见中国人的动静 倒是投资移民引起很多人的兴奋 但是项目其实很小 是 我们知道未来这个几个星期 小夏还要继续的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聊一聊你的南方见闻 谢谢小夏 好的 谢谢 很高兴 那么我们非常感谢 龚小夏博士为我们所做的介绍 有关于他的南方见闻系列报道 我们也已经为您刊载 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欢迎您登入查询 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和评论 网址是VOACHINESE.COM